眼前这辆2017款的保时捷911 Turbo 便是Gun Squad这两位小哥 从Copart上拍到的 而前面的这辆雪佛兰皮卡 并不是他们的新皮卡 这是他们雇用的一个拖车司机 帮他们从Copart事故车进拍中心 把这辆车子拖回来 这是要付运费的 而且他们也没有让司机白跑 他们特意让司机绕了一个弯 帮忙取了一些汽车的零部件 绕的这个弯 大概要多开三到四个小时的车 两位小哥也是多付了一部分运费 在驾驶室内部还有一些零部件 而且这辆皮卡的后座 其实也是这位货运师傅的床 小哥也是开玩笑地说道 你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跟这些零部件睡在一起 这位师傅也给出了解释 睡觉的时候他会把玻璃 还有这些零部件放到副驾驶的位置 其实在美国靠皮卡后面 挂着一个重型拖车 去进行跑运输的人也很多 曾经就有一位博主挑战 好像是一周还是一个月 挣一万美元 后面他也确实是做到了 特别的厉害 不过那位博主也表示说 他就是运气比较好 才挣到了那么多钱 就靠一辆皮卡 在后面挂在一个额井拖车 来进行一些货物运输 这种货物运输的方式叫Hot Shot 现在咱们也跟随小哥 一起来看一下这辆车 该车的里程是24000多英里 这个里程算是比较长的了 至于车损情况 它是属于一个翻车的事故 不过车头的位置还算OK 而且整个前杠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损伤 像这个前杠的情况 只要经过一番修复 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而且它左侧的大灯 是完好的一个状态 这辆车的前击盖 咱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些折痕 这些小的折痕 也可以考虑修复 不过右侧的车灯 是完全损毁的 另外 这一侧的保险杠 也能够看到 有一些刮擦的痕迹 其实像这些东西 都很好处理 因为保时捷911这个车 是采用了后置发动机的布局 所以 它前面是一个行李舱 这边可以看到 大灯组的一些情况 这已经是一个 完全报废的状态 而且 这一侧的一子板 也需要进行更换 小哥说 这个车灯的价格 非常昂贵 可能这一个灯的价格 就会超过5000美元 整块一子板 都是一个撕裂的状态 同时 右侧车门 也是报废的状态 而且 咱们可以看到 车顶的A柱部分 也就是车顶横梁这一块 全部都有 非常严重的磨损痕迹 同时 车顶的天窗 也是完全破碎了 看到这辆车的 车顶损伤的时候 大乖又忍不住的 想多说几句了 如果可以选择 我觉得很多车型 可以没有必要 去拥有这个天窗 因为这个东西 真的是好看 但是翻车的时候 很容易对车身 以及车主 造成更大的伤害 说实话 整个右侧的车身 这些板金件 都需要进行更换 这是一个通风口 然后整个车尾的损伤 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上面是一个尾翼 下面则是一组扩散器 小哥也说 他很喜欢 这辆车的排气 因为这辆Turbo 是一个四出的排气 现在有些车型 可能会改成中置的 一个排气 或者是两边双出的 他们不太喜欢 那种布局 就喜欢这个四出的 现在小哥 用手触摸的这个部件 就是车辆的发动机盖 而且 在这下面 还藏着两颗涡轮增压 它的发动机是3.8T的水平 对支六缸引擎 这边是尾翼的支柱 当车辆达到一定速度的时候 它这个尾翼 是可以实现 自动升起和降下的 但是由于翻车事故 原车的尾翼 也早就遗落了 对于左后的一子板 咱们可以看到 它变形得十分严重 像这种情况 就需要从C柱 以及门框边缘进行拆解 之后再进行更换 不过这一侧的小三角窗 还是好的 这也是全车唯一剩下的玻璃 上面写的是车子的里程 24432英里 不过左侧车身的车门 这个车门还算比较不错 因为上面只有一些小的凹痕 像这种凹痕 也是比较容易修复的 两位小哥把它修好之后 只要再去买一个新的后视镜 装上就可以 而且 这一侧一子板的损伤 也并不是很严重 像这些零部件 可以给它们省下一大笔的钱 如果考虑修复一下 完全可以继续使用 而且 这辆车的车身颜色 小哥说 它们从这个颜色里面 没有看到任何的金属颗粒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纯色 所以在后续重新喷漆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 这边可以看到轮圈的情况 里面的悬挂全部都断掉了 而且 刹车卡钳上面 还有一些液体的痕迹 它们后续需要进行一下清理 另外 这辆车的轮圈 也是升级成了中央锁纸轮圈 这个配置要增加3790美元 才可以加配 不过这辆车的刹车盘 应该是没有经过升级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铁锈 如果你想要 把它升级成探陶制动器的话 那么大概需要增加将近1万美元 大家不要看选配价格这么贵 其实对于911 Turbo的这些选配 反而对于保时捷911 Turbos来说是标配 所以对于保时捷911 Turbo 和保时捷911 Turbos 其实这两款车基本上差不多 只不过911 Turbo的这个配置会更低一些 它这辆车 跟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动力参数 像这辆车0百加速的时间 应该是在3秒左右 然后保时捷911 Turbos那个车 应该是比这个车多了40匹的马力 大概是快了有0.1秒 它的0百加速在2.9秒 同时 它的涡轮也不太一样 这边咱们来看一下车子的底盘 现在看到的这一部分是车尾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两颗大涡轮 同时 这个悬挂的一些损伤也能够看得到 这里往下滴的 应该是车辆的变速箱油 当然也有 可能是差速汽油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全轮驱动版本 这里可以看到一颗涡轮 然后在下面还有一颗涡轮 而且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这辆车是水平对质6缸发动机 不过现在还在玩水平对质发动机的 也就剩下保时捷跟斯巴鲁了 咱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辆车的控制臂也是被撞断掉了 然后里面的半轴 可以看到下半部分 还有上半部分 其实是有些脱开的 像这个半轴 就是被硬生生地拉出来了 可能这一侧 我们看着还好一点 最惨的是在前面 整个底盘的护板 也还算不错 这些东西都能继续使用 不过前端的这个控制臂跟转向节 全都是断掉的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换新 甚至整套的减震器 全都报废了 这边可以看到 半轴的球龙已经碎掉了 小哥现在 是要还原一下事故现场 虽然很多朋友 看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很心疼 但是对于这辆车而言 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对于车身保存最完整的右侧 也就是上面这一部分 它是没有碰到的 小哥也是 希望通过尽量轻柔一点的动作 还原一下这辆车之前的一个样子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底盘平布平 摆好姿势之后 小哥这边 也是赶紧拍照留念一下 这辆车在美国新车的售价 保时捷911 Turbo这个车是16万美元 如果是保时捷911 Turbos应该是20万美元 这边将车子再次的翻转回来 之后 等待这辆保时捷的 就是一系列的维修工作了 其实对于这辆车 大乖最好奇是 他们对于车顶横梁 以及车顶梁这一部分 是怎么样去维修的 因为像那些损坏的覆盖件 还比较好拆好弄 这边小哥和他的父亲 玩了一下这个小岛轮 然后又出去买了一些吃的 还是本着那个先填饱肚子 再做工作的那个原则 先把这些美食给享用了 由于他们买的这辆保时捷911 现在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所以 两位小哥需要借助辅助轮 把车子卸下来 他们这边也是在想办法 将车子挪下去 但是由于后端太沉了 这边的拖车球没有挂上 所以只能是这样生拉硬拽 把他弄下来了 为了把这辆车子 从拖车上面弄下来 他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小哥这边是上商店 买了一个新的吸尘器 因为车内需要进行清理 两位小哥需要一个吸尘器 对于这种东西 他们从来都是能买新就不取救 因为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 但是他们 还是决定上超市买一个新的 反正以后还要用到 他主要是想清理一下 这辆车内部的一些碎玻璃 因为整辆车损毁 还是比较严重的 而且在后续 他们有一些想法 就是把这辆车的一些外观件 进行一下升级 换成GT2 或者是GT3的一些套件 不过后续 还要看他们具体怎么改 这边的挡风玻璃碎得很严重 像这样碎了以后 很有可能会划伤中控台 因为它这个中控台 肯定是包了真皮的 主要就是 怕把皮子的伤 这个东西就是不影响你用 但是让你看着会很难受 大家注意看 这辆车子侧气帘的位置 并不像咱们平时的一些小汽车 在它的车顶梁位置 而是在车门两侧 并且 它这个气囊弹出的位置 是从车门的内饰板 和车窗缝隙中间弹出来的 它不像其他的 一些设定 会把这个车门的内饰板 直接炸开 就像中控台副驾驶 那一侧气囊弹开的那个样子 小哥这边要打开一下前机盖 但是立马被臭到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辆车还附带一些化学的攻击 这边是发现了一袋 已经腐烂了的肉 这应该是之前的一些食物 前任车主出车祸之前 买的一些东西 还没有来得及享用 直接遗忘了很久 小哥赶紧就把袋子密封上了 但是又忍不住好奇心想看一下 这一看 也是把小哥熏得够呛 差点就把刚刚吃的汉堡 给吐了出来 他觉得这个位置 现在太臭了 咱们先把这个盖子盖上 让它散一下味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这个味道实在太臭了 简直受不了 整个车内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他们是打算对座椅 进行一下升级 如果是升级成两个碳纤维的同意 大概要花费15000美元 这个价格还是相当相当高昂的 而且对于车内的一些其他东西 能够改的也不太多 整个中控台的气囊 也没有弹出来 所以 整个驾驶室内部修复 还是非常容易的 就是这上面有一些小滑伤 因为这一侧的挡风玻璃 是完全的碎裂 按照两位小哥之前修车的习惯 像内饰上的这些小损伤 一般也就不做处理了 还有就是 这辆车是一个两门四座版的 跑车车型 他们说 这样设计 可能会减免一部分保险的费用 同时 这个后排也做不了什么人 也就是做个孩子 或者是放一些东西 因为成年人基本上是做不进去的 在机舱这里面 发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轮圈快拆的一个街头扳手 之前两位小哥不知道在这个位置 他们还以为被弄丢了 准备后续自己去配一个 结果没想到 现在居然找到了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溜溜成荫啊 这个东西找到之后 车辆的轮圈拆起来 也就方便很多 他们这边是来到了 汽车零件商店 准备购买一些所需零件 主要就是给那辆保时捷 买一块电池 他们需要给车子通电 来确认一下 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这种状态下 还不敢贸然去启动发动机 毕竟车辆损毁非常严重 如果贸然启动发动机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问题 看小哥这个表情 里面的味道 还是有一点点臭 但是已经能接受了 该车整个前面的布局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就是一块小电池 再加上散热系统 以及它的进气系统 同时在最前端 还有一个小的行李舱 这边可以看到车辆通电之后 整个灯光系统 还是相当漂亮的 但是这一侧的车灯 小哥说 可能换一个车灯外壳 就能继续使用 不过这只是他们一个美好的畅想 后续还是要换的拆车件 或者是换的新的 它这个车灯 好像也经过了升级 因为保时捷这个车 它基本上没有速车 像这个车灯 你装一个什么所谓的熏黑的那种效果 就要多花几千块 或者说再好一点 更是可能需要上万块 小哥这边手里拿的就是中央所指 轮圈的拆车扳手 有很多的防盗扳手也会给配备一个小的接头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车子有这个防盗螺栓的 一定不要丢 否则拆这个轮圈的时候很麻烦 先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因为暂时还用不到 这边是要来看一下车尾部分 这后面是它的发动机 而且两个尾灯也都是亮的 不过这个尾灯 不知道外壳损伤有多严重 没有太多展现的细节 在这后面可以看到两侧涡轮增压的散热风扇 同时这上面还写着双涡轮增压3.8T 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机油加注口 以及进气口 包括一个机油滤芯的位置 这是车子的钥匙 而且这辆车有两把钥匙 很幸运 这两把钥匙都在 另外一把钥匙就插在启动的位置 准确地来说 另外插着的那一把 应该不能说是钥匙 它是无钥匙启动的开关把手 如果是这个钥匙重新配置的话 估计也要花掉小哥一两千美元 拧动这个开关把手之后 咱们可以看到所有的故障码 能量的全都亮了 没办法 这辆车损伤很严重 这是车损的一些照片 也就是当时的事故现场 当时车辆是发生了侧翻 发生侧翻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高速 上面有人飙车 不知道这辆车有没有参与 反正说是一共有四辆车受损 不过这辆车伤的是最重的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 司机没有伤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现在小哥依旧是开始处理 他们的保时捷911 因为这辆车到现在 还没有正式地启动过 对于他们而言 这辆车的发动机 如果不能够启动 那么这个价格可能会大大的降低 甚至有可能会放弃维修 就跟他们之前修的那辆 雪佛兰科麦罗SS一样 如果发动机能够顺利启动的话 这辆车后续维修的价格就很高了 它这边是拆掉了车辆的轮圈 这辆车不仅选装了中央锁指轮圈 而且在后轮方面 这辆车还设置了电子的随车转向 小哥刚才手指的那个位置 就是一个电子的转向泵 再副驾这一侧也是同样有的 整个车头这端的损伤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他们对于悬架方面 也需要进行重新的订购 不过在这之前 小哥准备给大家展示一下 他们新买的工具柜 像这种工具柜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多么的结实 不论是坐在上面 还是站在上面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的实用 但是这个造价也是非常的高 现在他们要做的 就是拆掉车尾的外观件 因为他们需要去检查 这辆车的发动机 作为一台后置引擎 整个拆解起来 其实特别的麻烦 特别是这辆车 又采用了水平对质发动机 它的位置就比较靠下 所以 你想检查的东西 需要拆掉很多很多的配件 它这里 是拆掉了涡轮增压的隔热板 然后又拆掉了一些冷却管路 现在 咱们可以看到 整个车尾的一些构造 在上端的黑色塑料箱 应该是空滤的空气箱 由于它是水平对质发动机的缘故 导致它的安装位置 是比较靠下的 所以在上端 大家能够看到这一堆的东西 都是一些近期的套件 而它的涡轮增压 也是藏在了引擎的下方 看到两位小哥这样拆车的时候 大乖就想到 之前法国车的一个梗 就是说你想要加玻璃水的时候 居然要拆轮胎 然后还要拆掉挡秘板 现在这辆车的维修 就是需要拆掉很多的东西 你才能够刚刚看到引擎 这里是拆掉排气的消音器 在里面可以看到涡轮增压的转子 小哥这边 需要出去买一些机油几率的替换件 同时 他们还买了一个装机油的桶 这是街废机油专用的 它在下端有一个开口 在上端是一个盆的形状 这样可以将废机油 直接流到桶里面 不会污染地面 在加住了一些新的机油之后 小哥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该车发动机的油底壳开裂了 机油一直不断地在往外滴落 像这种开裂 他们后续只能够进行更换 不过现在可以尝试去启动一下 毕竟不是说机油加住完 就全都泄露完了 它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不过大乖感觉两位小哥 要在这辆车上面栽根头呀 现在他们也是尝试启动一下 车辆是可以正常通电 但是整个的发动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甚至连启动机都没有运转 所以他们现在也是有点不知所措 后面他们觉得 可能是该车的一个保护装置 将它的启动机给锁止了 他们需要想办法找到这个启动机 然后去检查一下 但是在找启动机的这个过程 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 就是这辆车的发动机没办法启动 他们认为是这个车子发生侧翻以后 发动机机油倒流回了气缸 进入燃烧室 导致火花塞泡在这个机油里面 这样就让车辆处于一个无法启动的状态 但是这边这火花塞很干净 没有泡油的迹象 他们也是在逐一地排查故障 应该马上就能看到希望了 小哥这边脸上也是终于笑了 可以看到里面满满的油液 像这种完全是不正常的 所以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机油全部都排干净 而且排干净的方式 也会非常非常的简单 直接启动车辆一直喷就行了 因为在之前他们猜测 是这辆车的启动机被锁止了 现在看来还真不是这个问题 下面他们也是可以很放心地 来启动这辆车 去看一看 这个车到底还有没有维修价值 这一下喷的还真不少 由于小哥也没做什么防护 所以喷的两边都是机油 可能很多朋友担心 这种喷出来的机油 会对地面造成一些影响 其实并不用担心 他这个地面铺设过一些还养涂料 所以之后 把它都用沙土去清干净就可以 不过这一侧喷射的也是相当地远 直接喷到旁边这辆370Z上了 而且就这还没有完全的排空 一直要让这个发动机 转到喷出来的全部都是燃油 这个状态才可以 这是有多少机油流到了这个气缸里面 这一侧之所以这么严重 也是因为车辆不仅仅是完全翻过去了 后面他还立着放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边可以看到喷出的油污 现在他们也是需要对地面做一下清理 两位小哥要去买一些沙石的吸附料 这是他们的凯迪拉克CT5V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 他们完全可以做上一些防护 比如利用纸箱一类的东西 无奈这就是省事的后果 而且一开始 他们还说 有可能会去买几个新的火花塞 现在看来 为了省钱 稍微用清洁机去洗一下就可以 其实这个开裂的油底壳 是可以焊一下的 而且 他们也有焊铝的机器 但是两位小哥还是决定换新 不过在换新之前 让这个油底壳 现能够正常地使用 就是用焦把这个裂缝处给它封起来 因为像这种油底壳 在换新的时候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它主要是配件要等待的时间特别长 小哥这边是装回车辆所有的管线 他现在也很期待这辆车能够正常地启动 毕竟这辆车的发动机 真的是太贵了 重新加住机油 看来之前的机油 已经是全部都放弃了 因为他刚刚换过一批 看着他们 修车是真费钱呀 他这边搜了一下发动机的价格 这一台发动机 要卖到两万美元 现在我们也来期待一下 车子能否启动 其实两位小哥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正常机油倒流回了气缸 如果不及时排进 就启动发动机 会将气门以及曲轴顶坏 但是他们的运气可谓是爆棚 之前启动几次 居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虽然发动机冒出了很多的烟 但是这次的启动过程十分顺利 发动机的运行状态也很不错 之所以冒了这么多的烟 是因为气缸内的机油 并没有完全的排进 里面还残留了一些油液 它这也属于是一个烧机油的现象吧 而且由于车库没有很好的排风 所以 这里面也是烟雾缭绕 像这种燃烧的废气 对身体其实是有损伤的 所以赶紧用排风扇把它排进 这边又是新的一天 两位小哥找到了很多的拆车键 这是一整套的后桥悬挂系统 原车的上控制壁 以及下控制壁 还有拉杆这些东西 完全是损毁的一个状态 有很多都已经变形了 但是像刹车卡钳跟刹车盘这些东西 还是可以继续用的 不过对于一些变形的控制壁 还有拉杆这些东西 只能说维修的时候 可以把它掰过来凑合用一下 之后还是要继续更换 这边拆一下半轴 因为这辆车 整个半轴的损毁 也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 两位小哥要对半轴也做一下更换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的拆车键 可见 这个车在美国市场的保有量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大乖在之前也看过一些例子 就是说 给这个车的悬挂系统 像什么铝换铁 甚至换上什么工程塑料 反正大乖个人觉得 这三种材料里面 最合适的 就是铝合金材料 因为这个东西不仅轻 而且它的强度也非常大 如果你要一定说 工程塑料 是为了可以减缓生锈 或者是增加它的一些强度什么的 我觉得都不太靠谱 如果让我可以选择 在价钱上不用考虑 那自然是铝键材是最好的 在更换完后轮的悬挂系统之后 小哥这边要把车轮重新的装回去 其实后轮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轮圈已经开裂了 他们把轮圈硬生生地砸了回去 像这一套轮圈肯定是要更换的 现在能够暂时凑合用就行 而且 它前面的转向系统 其实根本就没有修好 现在也就是将就用着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前旋挂 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很抖动的状态 而且 车子也是一个那八字的状态 简单地测试了一下车辆的运行功能 整个过程还是挺顺利 只不过发动机依旧是冒出了很多的白烟 相信后续将引擎内部残余的机油烧干净之后 这个白烟应该就会随之消失了 小哥这边是清了一下吸油用的锯末 然后组装上架子 把地上的零件全部都堆放起来 这样看着更加规整一些 这边是心道的零部件 这是悬挂的拉杆 还有控制壁 最厉害的是这里面 他们找到了两个拆车件的中冷器 而且是一整套的 连疾风罩这些东西都有 它这辆车的中冷器 是在后端这个涡轮旁边的位置 可能有些朋友会把这个东西错认为冷凝器 其实这个东西是中冷器 因为当这个涡轮增压的车型 空气进入涡轮增压之后 空气的温度就会大幅度上升 之后它的密度也会变高 而中冷器的作用呢 就是冷却空气 高温的空气 经过中冷器的冷却之后 再进入发动机中 这样就可以提高它的动力输出 并且降低发动机的暴震几率 只有涡轮增压的车型 才会有中冷器这个设置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是没有的 小哥这边油门轰的也是很爽啊 但是问题马上就来了 看到刚刚那个场景 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感觉 这辆车要自燃 其实并不是 这是因为涡轮增压里面 进了一些机油 导致机油一直流到了 这个排气管 然后需要发动机启动之后 把这些机油烧掉 它如果不使进烘油门的话 是不会造成这种燃烧的 相信之前有些朋友 也看到过一些超跑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狂轰油门 结果导致超跑自燃 那种就是因为排气温度过高 导致后面的保险杠燃烧 这边是他们找到的 保时捷911的车壳 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车壳的时候 会觉得他们是不是要 直接进行更换 其实这就相当于一个拆车键 想直接换车壳 是不可能的 只能是从上面拆拆减减 这是两位小哥前几天买的船 买这条船的时候 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们并不是当时特别想买 但是刚好有现货 上一位购买这艘船的买家 人家不要了 然后卖家就问两位小哥 说你们要不要 要就可以直接付款开走 如果大乖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好像已经是有三艘船了 真的是很好奇 这么一个完整的车壳 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找到的 只不过想到 后面这个车壳 会被一些切割 感到有些可惜 咱们可以看到 这辆车整个左右两侧的 后翼子板都是能用的 它是车头的左前方有些受损 A柱的下沿这一部分 如果要做的话 需要一直切割到门槛的位置 而且 两位小哥最需要的车顶天目 这辆车也是有的 所以之后 需要进行一下剔除 要把它完整地拆下来 然后进行安装 还有就是 这辆车的后窗 也是一个完好的状态 这个后窗 因为上面带有电阻丝 所以 它的造价会贵一点 后续在拆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而且 它的前挡风玻璃有些裂纹 所以 后续也需要进行更换 这是新的油底壳 虽然原车的油底壳 两位小哥做了修补 现在已经没有漏油的迹象了 但是这个油底壳 肯定是要换的 只不过换的时候 会有点心疼 因为刚刚换的机油 又得浪费掉 小哥这边 还是需要处理一下 这辆车的悬挂系统 刚刚他们只是 处理了后轮的悬挂 像前轮损坏的控制壁 还有一些转向拉杆什么的 都还没有进行更换 不过还好 这个中央轮圈部分 是不用进行更换的 只不过这些悬挂在拆的时候 特别是半轴 换起来会比较麻烦 因为这根半轴 它的球龙部分 已经是完全断掉的一个状态 只能够是换新 虽然说这个东西能修 但是在美国这个市场来说 修员比换要贵得多 只有一个地方 人工极致的便宜 才会进行维修 这里是全新的半轴 咱们来做一下对比 原车这个球龙的部分 已经是断掉了 这边是要换上新的控制壁 对于车辆的悬架系统 其实被分成了好几种 最简单的就是 钢板弹簧式的非独立悬架 这个架构在货车 还有面包车上面比较常见 还有就是螺旋弹簧式的 非独立悬架 这种结构 一般常作用于车辆的后桥部分 这个在普通小汽车上面也有 对于前面的悬架系统呢 基本上 咱们的小汽车 都是麦福逊式的独立悬架 然后后面的悬架 一般现在都是多连杆式的 很少有用螺旋弹簧式的 非独立悬架 这边听着发动机的声音 不是特别的对 感觉像是有一点失火的样子 两位小哥后续还需要进行一下检查 因为他们没有展示 说亮没亮故障灯 如果是真的发生了发动机失火 这个故障灯一定会亮的 像他这个 后续只要用电脑去检测一下 是哪个气缸缺火就可以 之后查一下这个气缸的火花塞 跟点火线圈 以及喷油嘴 然后再测量一下气缸的钢压 这样基本上是可以把这个故障排除掉 像他这个 很有可能是火花塞的问题 因为之前有几个火花塞泡过油 小哥这边是把车子开出了车库 准备在这外面试一下车 但是不能够正式地上路 只能够在这个工业区 他旁边这条小路上 前后加速去感觉一下 在外面稍微的爽一下就可以了 还是赶紧把车子开回去要紧 说实话 看到他们这辆车 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车壳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觉得 直接替换一下 是最好的方案 但是在很多地方 这种维修方案都是不可取的 因为对于车身的一些结构件 你还是不能够进行更换的 该报废就只能是报废 所以他们这辆车 后续只能够对后侧的两个一子板进行切割 然后车顶进行更换 整体来说 覆盖面并没有那么大 这边是要升一下保时捷911 这一次主要是把车子架起来 在最初的时候 大乖一直以为 他们这个液压的升降机 是为拆发动机方便准备的 看到这次才明白过来 他是为了整车的抬起上支架方便 两位小哥这边 是要清洗一下 他们这辆稻奇 SRT低欲猫 因为这辆车 终于终于 终于在今天卖出去了 里里外外全部都擦干净 让它基本上达到一个准新车的状态 这里是要上架子 去检查一下它的底盘 看一看有没有渗油 或者是漏油的地方 咱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底盘的情况很规整 毕竟这辆车没有出过什么大力 很多朋友会关心 这辆车到底卖了多少钱 这里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卖了4万美元 这个价格 他们在半年以前就提出来了 这一次也是终于成交 对于这辆车来说 还是比较值的 不过这辆车 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它和普通的一些二手车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前身是一台事故车 也就是相当于是一辆全损车 所以它的售价 会比普通的二手车要便宜一点 车辆交付完成之后 咱们继续回到这辆保时捷911的修复当中 小哥这边是要对车辆进行一些拆解 因为这辆车后面 要改装成GT2的套件 所以这辆车上面的一子版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没有什么太多用途了 他们就打算 我们不如把这些废弃的东西 变成一些纪念品 然后送给大家 但是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把所有的车身全部都进行切割 主要就是左右两侧的一子版 有一侧的一子版 已经是完全损坏了 即使留着它 也没有什么作用 这边是一些检修的工具 拆掉两侧的大灯 然后再将前保险杠取下 看一下这侧的一子版 这是完全一个废铁的状态 这边是拆掉右侧车门的内饰板 因为这一侧的车门 也需要进行拆解更换 外面的损伤比较严重 这里是正在分割一子版 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边是拆掉装在玻璃水的水壶 然后拆掉左侧的一子版 像这个右侧的后一子版 这就不用多说了 这块如果留车身的话 肯定是要进行整体的切割 它这边是把封道也进行了拆除 它们拆解后面这一部分的原因 一个是车身需要进行切割 还有一个 就是它们觉得这个涡轮增压里面的声音有问题 就是有一种不是很正常的声音 类似直直直的那种声音 就感觉有异响 所以它们需要把这个异响的原因找出来 毕竟对于这辆车来说 发动机比车还重要 因为发动机有问题的话 小哥的修复费用会成倍地往上翻 这是车身左侧的一子版 这块一子版 它们看着还是相当不错的 像这种橙色的一子版 如果放到网上去卖 大概能卖一千美元 但是它们觉得自己 有可能会让这块一子版变得更有意义 也就是 把一侧的一子版也进行切割 然后同样一起送给大家 使用吸尘器 对车内进行一下清理 接着拆除掉门槛的装饰踏板 以及整辆车的内饰板 包括车顶的顶棚 之后要拆的就是天窗 因为这个天窗 还有一个骨架在的 不能说玻璃没了就没了 这边是产掉它的前挡风玻璃 从这个角度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车顶横梁上面有一条黑色的装饰 那个东西和天窗 其实是一体的 现在他们看到这个东西 也是比较发愁 因为如果想把它完整地拆下来 说实话太费劲了 只有是那种暴力型的拆解 特别是前面横梁这一块 感觉这个东西 不像是什么塑料的板材 这应该是一个铁制的板材 或者是铝制的板材 它是和车顶的横梁粘在一起的 后面这一块也是一样 现在这辆车后续 需要修复的东西很多 所以需要对整体的内饰 都进行分解 而且 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它的主气囊居然没有爆 像发生这种事故的情况下 虽然说前端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撞击 但是按照正常的理论来说 应该全部的气囊都爆掉 才能有效地保护这个车内的驾乘人员 当然有可能跟它的碰撞机制有关系 车辆的检测 就是你前端没有这个碰撞痕迹 你只是侧面感受到了这个碰撞的信息 那么我就暴测气连 完全可以保护车内的行人安全 其实这样也好 要是不管撞到哪里 全部气囊都打开的话 那样未免有点浪费 这又是新的一天 两位小哥新到了很多零件 他们决定把拆车的东西 全部都放到架子上面 这样可以防止损伤这些部件 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 这些塑料件 有的时候你缺一个再买 就非常非常的贵 甚至你会感觉就一个破塑料件 怎么可能卖这么高的价格 但是汽车的零整比就是这样 甚至有些朋友 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我买一辆车回来 我也不去上牌 我也不去交税 我直接把它拆散卖掉 我是不是会赚很多 从理论上来说 你确实可以赚很多钱 最少也能多赚出一辆车的钱 但是从实际操作来说 卖拆车件 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过程 而且 你手里要有一定的激货能力 和压货能力 也就是 你手里的货品 要有一定的累积 大家才会去你那里买 同时累积的这些货品 你要有大量的资金流 去买这些东西 去把它们囤住了 所以 对能力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边他们 再拆后窗 这个后窗 如果是用铲刀去拆的话 估计时程时的会坏 直接就碎了 像他们这种 有专业的拆解工具 也就不怕了 为什么要 慢慢拆这个后窗呢 因为这是一块好的玻璃 如果弄坏了 那么他们又要多花 一两千美元去 重新订购 像这个这样连 完全就是暴力拆解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整个的车顶天窗 他们是想打算 怎么样去弄 这边的轨道 咱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种情况 就是拆坏了 而且 拆这个天窗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 因为这个东西 在制造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整体 特别是很多的汽车天窗 它其实在装车之前 都已经是弄好了 也就是预留出一条线束 你只要把整个天窗 坐在这个车顶 然后把线束一接 它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不过这个天窗 有一定的制造要求 最简单的一个来说 上面的玻璃 如果有一道划痕 都是不能出厂的 而且有划痕的这个 不是说简单的 换一块玻璃就行了 而是将整体的天窗 都报废掉 这边小哥的好朋友 VT又来了 因为作为一个板金大师 他在板金修复的能力上 比两位小哥要强很多 他也是来看看这辆车 帮两位小哥去判断一下 板金上面 有什么比较困难修复的地方 同时也看一下小哥这边的新工具 这一套的矫正机到场之后 两位小哥也是不用再去 VT那边的修理厂了 之前租用他的矫正机 或者说我们叫借用 经常是晚上干到第二天一早 这样才能不影响 VT那个修理厂的正常使用 这边也是发现了问题 就是当车辆发生侧翻 和这一侧的撞击的时候 车辆的轮圈向内移动 导致它撞到了里面的 简震塔底座 这样就造成里面的板金变形 所以这一块的修复会比较困难 不过小哥说不用担心 它这个架子上面有很多的支点 相信可以通过一些操作 把它恢复到原厂的部位 然后这一侧的话 就没有什么过分的担心了 主要就是 外面一子板的一些损伤 直接切割 换新就可以 这种操作都是非常简单的 对比另外一侧来说 这一侧简直太好修复了 这边是测量一下车尾梁的高度 这样可以知道 整个车架有没有变形 确认整体的维修方案之后 先将后翼子板凹陷的区域拽出 接着打磨掉周边的焊点 然后把整块的后翼子板剔除掉 将损坏的后翼子板拆解完事 小哥现在在拆解后轮的悬挂 因为后面特别是右后侧 它的塔顶位置向内被推得比较严重 所以 这一块会成为整个车身修复的一个难点 不过很幸运 他们有一位好朋友叫做VT 等一下 VT会帮助他们 把这一块想办法去修复一下 小哥这边是继续切割车身的板件 因为这一侧的翼子板瘦壮的程度 并不是很严重 所以对于内部的这些板件 没有什么太多的切割 或者是拉伸的要求 主要就是把外面这个翼子板给它换掉 而且 咱们可以看到它切割的位置 都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位置 但是A柱的部分 因为上面磨得比较平 所以切得特别靠前 但是下面门槛这些位置 都是一些常规的切割位 A柱这边是没办法了 前面整个的车身 外面板 因为侧翻全部都被磨平了 所以必须得把它换掉 要不然 就只能用蜜子去造型 看到这辆跑车的时候 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两位小哥的好朋友 VT再次来到了他们的车库 其实 VT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呢 也是他之前跟两位小哥是同学 他们一块学的这个修理 VT再看到他们 这辆车以后呢 也是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 就是你这个东西 现在这样拉拽 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做一些拉拽用的铁片 也就是做一些模板 因为如果是直接上夹子的话 这个板件很有可能 直接就把一些位置给拽坏了 他们要尽可能保证 这个板件的完整性 VT是回家给他们去定做 这些拉拽用的拽环 两位小哥则在这边 继续进行一些拆解工作 这个应该是车辆的行车电脑 像车内的这些线数 也全部都要给他们拆出来 然后拆解一下 他们之前买回来的备件车车壳 定制的拽环 现在也都到位了 这边拆一下涡轮增压的排气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铁片安装上的一个像 它其实就是往外拉拽的时候 它怕把这个减震塔顶 包括后面防撞钢梁的支撑板 给它拽坏 所以做了这些铁片 进行一下加固 这样在拉拽的时候 其实是它整个的板面在受力 而不是单独的一个点 这一块 我们简单地说 就是保护一下减震塔顶 因为它本身就没有什么 让你拉拽的位置 能够有的位置 就是塔顶上面的那三颗螺栓连接孔 甚至它们还要在中间再打一个孔 这边是防撞钢篮后面的支撑板 这个地方需要拉拽 是因为塔顶那个位置向内推之后 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纵梁 往里面去溃缩 所以它们需要把这个纵梁 也往外拽一下 但是上面没有什么受力点 不能够太使劲 所以做了一个挂板 像这些修车的东西 一般都是随用随做的 每辆车的定位孔都不太一样 大乖相信你们 在看到它们做的这些操作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小哥对于这个车身上面的一些修复 还是技术不到位 不如VT 因为VT它真是属于修车世家那种 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这个的 之前小哥一直去的那个车库 去找VT进行一些板筋上的修复拉拽 那就是VT他们家的商店 那家店是他父亲在经营 然后现在VT也是单独的去做了一个车库 这边可以看到 在经过一些加热之后 这个塔顶也是往外拽了很多 其实这块如果不用火去烤一下的话 它基本上是拽不动的 而且咱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褶皱的情况比之前好了很多 但是你想说 恢复成原车那个样子 根本就不可能 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他们这边是测量一下车顶横梁的数据 因为这辆保时捷911车顶前横梁受到撞击之后 A柱的部分有一点往内挤 所以导致这个横梁有一点点的向内溃缩 也就是蛇了 但是它并没有在中间 而是在边缘的位置 可以看到 VT这边拉拽的角度 它是把右侧的A柱往外拽了一下 而且它这边也是非常的细心 往上面挂了安全钩 这个安全钩的作用 就是防止吊带发生折断 如果吊带断了 那么在巨大的拉拽力下 这个钩子是会甩出去的 如果甩到人身上 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里是一边拽一边砸 主要也是释放一下金属硬力 这边应该是遮阳板的一个托架 还是要把横梁整体的破拆掉 不知道两位小哥之前 为什么没有考虑拆掉它 它这边也是带回了很多的钻头 带回这个钻头的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打这个旱点 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个呢 因为像这种车 在打这个旱点的时候 有一点是最难的 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的结构件 是高强度钢 甚至有的是超高强度钢 这样也就导致 当你钻这个旱点的时候 外面这层铁片是特别容易钻的 但是当你钻到里面的时候 普通的钻头根本就打不动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特制的合金钻头 拿瓶子砸的这个操作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去学 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 纯属就是娱乐效果 因为这个拆车件 需要把它完整地拆下来 所以不能跟事故车一样 拆的时候需要非常的仔细 特别是对于外面的面板 尽量不要破坏它 它这边是切到了内侧挡泥板的位置 车尾上面是切到了后排的置物板 当然它这个也可以叫发动机的B板 因为它是一个后置发动机的布局 像里面这些支撑架会全部都拆掉 而且大乖在这里也看到了一个坑 就是这个备件车之前门槛的部位 是有损伤的 它经过了重新的拆解和焊接 不过里面 焊缝处理的还算不错 并且它在里面还加了一个衬垫 而且也喷了不少的防腐漆 所以没有什么生锈 其实大家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做这种事故车的维修 如果是使用原厂的一些部件 可能拆解起来会轻松一点 因为原厂也是给你一整个的左侧 或者是右侧这个位置 然后你自己去切 但是拆车件呢 会让你的工作量进一步的增加 它们相当于是把这辆车的外壳 整体都扒干净了 真的是做的过程 让大家会觉得这辆车 还有什么维修的意义 特别是两位小哥 还要对这辆车进行一下改装 改成GT-R-S的一个外观套件 而且小哥也是表示改装这个套件 他们已经花费了可能买的零件 比这辆车的价钱还要高了 这是一种非常不对等的维修方式 还是在继续地拆解左侧的面板 这个车最有作用的就是两侧的面板 小哥的父亲又带了一些钻头 也不知道这些钻头能不能磨 因为普通车子拆解的话 那些钻头是可以磨的 他们这边还是要对门槛部位进行切割 他这个切割的位置肯定会长一些 因为跟他的保时捷911叠合到一起的时候 然后再做切割 这样可以保证门槛部位的对缝 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两位小哥这是帮VT洗一下 这辆2017年的麦凯伦720S 因为小哥说VT帮了他们很多 这辆车子看着也比较脏了 他们就顺便帮忙洗一下 大乖是非常喜欢麦凯伦的这个开门方式 两边车门同时打开之后 整个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炫酷 比那种剪刀门要好看很多 他这边是在拆车顶的前横梁 最开始大乖以为他前面的横梁不用动 就是车顶的A柱外面板是被砸扁了 把那个A柱的外面板都扒掉以后就不用了 但是VT经过测量以后 发现这个框架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变形 所以需要把车顶的横梁给它拆掉以后 再往外去拽一拽 如果带着横梁去拽 根本就拽不动 而且这个位置很脆弱 你如果上一些特别大的家具往外驶进钩 可能整个的A柱 包括车顶梁都会给它拽断 现在VT这边操作的时候 一边去比对车顶梁 到合适的时候呢 就松开拉拽器 然后通过大力前给它固定住 大乖感觉它这辆车子的车顶 之所以变形比较严重 一个是车子发生了侧翻的事故 导致整辆车自己滑出去了 整个的过程中呢 可能对车顶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到小哥买这辆车回来的时候 他们又重复了一下事故现场 把这辆车直接翻了个四脚朝天 所以对于车辆整体的框架来说 是一个二次伤害 昨晚两位小哥是做了一些喷漆的工作 到第二天 还是要由VT进行框架的修复 这边整个A柱的部分 其实已经矫正的差不多了 但是上面这个拉拽器 一定不能松开 它要通过把横梁重新焊接的方式 让两个A柱保持在正确的位置 因为对于很多板金剑来说 只要它的位置对了 你把它焊上 它就不会再回弹回来 但是如果是变形的形态 你拽不会去 你就那样放着 那么 整个车体的框架 会是一个扭曲的状态 这边 是喷了一些防锈漆 而且 小哥还拿来了焊剂 这里面是焊四盘 两位小哥其实能够操作焊接 这边就是 去试一下 当时小哥是特意学了一下铝焊 因为修那个福特猛禽的时候 他们不会在铝制板金上进行焊接 当时还进行了很多试验和操作 而且 他们请来了一位很年轻的小师傅 让人家进行了一下现场教学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车顶 其实是前端在往外 而后端又太往外了 所以要往回收 但是当两个车顶梁 就是前端的车顶横梁 和后端的车顶横梁 都重新归位以后 整个车顶梁的框架 也就是上半部分的 框架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是换一下拖架的位置 因为它这个大梁矫正机 是一个可调节式的 这边是在修复 右后一子板的位置 这里面的板件 是有一些变形 特别是这个悬挂塔顶的位置 将变形的区域修整好后 接着再把这一套防滚架放进去 去查看一下 它们的孔位是否准确 对于这辆保时捷911 因为外观损伤比较严重 车身的大部分板件 全都进行了更换 所以小哥就觉得 你既然都损伤成这个样子了 那我索性就把你改装成 GT-2 RS版本的保时捷911 而且这辆车的车顶 是一个玻璃天窗 小哥也不打算弄了 因为那个东西还挺贵的 他们决定 直接换装一个碳纤维的车顶 对于车顶天窗 大怪一直以来的看法都一样 就是 如果让我买车的时候有选择 说可以选择带天窗的高配版本 和不带天窗的高配版本 我一定选那个不带天窗的 因为那个东西说实话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而且 你还要担心它的一些损伤 包括 随着粘线的增加 这个天窗的导轨 会不会有损伤 它的排水槽会不会堵塞 就是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这边是确认一下 门槛的切割位置 然后直接上手砂轮 像切割下来的这一小块铁皮 其实还有用处 只要把它的边缘略微修整一下 修整成大概在3厘米左右的宽度 然后把这一块再重新地塞回去 这样就可以作为焊接时候 底下的一个内衬 这边还是在用大力钱 进行板件的固定 当时修这辆车的时候 小哥因为手里的大力钱不够 还特意去又买了一大批 这边是进行门槛部位的打眼 因为在做这个衬垫的时候 要先把衬垫固定住 而且它在衬垫上面 也是喷了防锈的底漆 通过这几个焊点的位置 把它固定住以后 在做板件拼接的时候 就能够保证这个衬垫不会往里跑 这样也是一些很常规的操作 这边是进行拼接位置的打磨 像这种拼接位置做完焊接以后 肯定会刮逆子的 你想都不要想做什么无逆子的修复 或者是补锡什么的 小哥一般没有这个操作 就是把板件修复回来以后刮逆子 这也是最常规的一种修复方式 好像一直没跟大家说过 这辆车子的竞拍价格是多少 虽然两位小哥一直没说 但是大乖还是找到了 这辆车子的竞拍价格是54,000美元 再算上给竞拍中心的手续费 以及运费一系列的费用 应该会到56,000美元左右 而大乖再网上搜了一下 2017年的保时捷Turbo 这个车在美国的新车售价是16万美元 所以这样一辆2017年的保时捷Turbo的二手车 价格应该在11万美元左右 因为有一款2018年的保时捷911卡雷拉S 那辆车爆的一个价格是128,000美元 所以往前推一下 大概能够卖11万美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小哥这辆车即使修复完成以后 他们预计可能要花个3万美元到4万美元左右 所以这辆车子整体的修复价格 算上车价应该是到了9万美元 在这个价格之下 他们应该还能够有个1万多美元的利润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利润空间 小哥这边是给车辆加装了碳纤维的车顶 这样的改装 既可以避免玻璃天窗的一个高昂的更换费用 又可以给车辆进行减重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小哥这边是在组装点焊机的拖架 这相当于一个便携式的拖架 底下还有轮子 这样来回移动他的焊机 就不用提着到处乱跑了 只要推着车走就可以 不管两位小哥的修车技术怎么样 但是他们的工具是真的非常齐全 而且 这边也是打开了柴暖 相当于一个电吹风 只不过 它那个是烧柴油的 现在 这辆保时捷911 还需要继续进行板筋方面的工作 主要就是做焊接 这边是轻掉车顶的一些胶 如果要是有轻胶 这个操作的话 这个车顶 应该是一个拆车键 它这边是在车身的板面上方 打了一些结构胶 这些操作 还是要VT上手 结构胶都处理好后 再将这些车身覆盖键放回车上 去检查一下他们的板筋间隙 VT刚才 是通过改锥 撬着一点后面的板键 这样才能够完美地衔接上 如果不撬着的话 应该是有一点向里变形 它这边是堵住了油箱的加注口 防止有杂质进去 这辆车板件上面 需要焊接的位置 实在是太多了 这里是铺设好防火毯 铺这个防火毯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了 就是 只要你进行这个车身焊接的时候 一定记得 最好是把它铺上 因为有的时候 你这个焊接产生的火花 真的会很容易把车辆都引燃 毕竟车这个东西 有可能哪块漏油你没有擦干净 一不小心就燃起来了 没有及时发现 那不仅是这个车烧了 还有可能 整个车库里面所有东西都烧了 这边是一边焊接 一边使用纱带机 对边缘进行打磨 像这种打磨之后 肯定是要在这个边上 刮一片栗子的 这种你就不要想什么原厂的焊点了 对于小哥 这辆车的维修呢 大乖只能说是公开透明 如果他们日后愿意出售的时候 就是愿者上钩 这边是焊接完成的一个样子 这辆车的板件 焊接方面 真的是工作太多了 相当于全车的焊点 都重新做了一遍 有很多朋友都感觉像修复这辆车子 一个全损车非常的不值 整个框架变形得十分厉害 但实际上 他们是不太介意车身切割的 因为像这辆车 即使办了手续 手续上面也会注明 它之前是一辆事故车 所以 它的价格本身 就要比正常的二手车价格要低一些 VT这边是看了一下 两位小哥之前进行了一些打磨的操作 继续将剩余的焊点 全都给他们处理好 然后这边也是再次打磨边缘的位置 要为之后的刮逆子做准备 这边是一些准备好的钢丝刷 然后 这里是做了一些逆子 整个的工序还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对所有的焊接位置 用逆子去固定一下 其实还有一步 最好也去做一下 就是助蜡 但是它这个车 应该是一个铝制的车身 所以就不用助蜡这个工序了 这边是因为后保险杠不太匹配 所以对孔位进行了一下扩孔 然后边缘做了一下切割 因为这个保险杠 这几个开口的位置 要推到一个杠夹子里面 它推到位置的时候 如果你多出来 外面就会凸出来 所以对边缘进行一下打磨 现在它打磨的这个塑料件 就是杠夹子 或者我们叫杠卡子 保险杠就是固定在这上面的 相当于就是一个卡扣 这边基本上位置就差不多了 然后还需要进行一下开孔 开的这个孔呢 就是装倒车雷达的孔 大乖感觉倒车雷达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如果你没有影像 又不想花钱多装这个影像系统 可以把雷达系统装上 将车身覆盖件上的一些小问题处理好后 两位小哥随即就把喷漆的问题 也一并给解决了 它这个车身颜色呢 他们说是叫迈阿密兰 还是原车的一个颜色 相当于整车都做了一层重新喷漆 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些组装方面的工作 先将中控台简单清洁一遍 然后再对划伤部位的皮革 进行一下修补 小哥这边采用的修补方法 就是这种填充修补的方式 通过填充材料 把凹陷的位置全部都填平 像这种修补出来以后 上面肯定有一些非常难看的印记 不过这个东西也不用担心 因为在经过重新的喷涂处理之后 整个表面其实是看不出来的 在之前修的那些车子当中 两位小哥也经历过类似的维修内容 但是他们一般的做法 就是不做处理 因为那种损伤的位置 都是比较靠里的地方 也就是说比较隐秘 但是这辆车不行 它这个位置刚好是中控台的表面 虽然重新做一个中控台的真皮包裹 并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很贵 所以用这种方式修补 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这边全都是车子的内饰 地毯还有一些塑料的装饰件什么的 包括它的电脑板跟仪表盘 这次全部都把它重新装回车上 它后部的这些粗线术是控制发动机的 有些朋友会觉得 后面的线术很乱分不清 其实对于维修人员来说 根据线术的走向 以及插头的插孔分布 可以很轻松地 把这些插头都插到发动机上 特别是现在的线术 都是集成线术 就那么几个插头 你只要把它插好就可以 而且太远的插头 这个线术它也连接不到 虽然这是一辆两门四座的跑车 但是两位小哥准备对他的后座进行一下改装 他们买了一套新的防滚架 之前在修复车身板金的时候 大家也都看到过了 现在这辆车也是彻底地变成了两门两座版本 其实这一套防滚架 对于两位小哥来说 大乖个人觉得是好看的意义大过于实用 因为两位小哥一直以来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跑赛道 所以更多的来说 这一套东西就是应用于改装 而不是应用于实战 这边是后排的安全带 以及碳纤维的车顶 这个车顶 大家就不要想什么某接安装 或者是罗接安装了 它就是通过结构胶把它粘住的 这边是后轮的挡立板内衬 这里是准备安装它的进气系统 然后这是一个新的碳纤维方向盘 这也是小哥日常做的一些改装 上面也是带有同样的麦阿米兰 这边是拆掉原车方向盘上面的换挡拨片 这一套东西移植起来并不难 这边是安全气囊 但是大家注意看它安装这个安全气囊的时候 里面的线数是没有插的 因为整车还没有完全的组装完成 虽然现在把这个线数插上也可以 但是你就要冒着误触前端传感器的风险 这个时候一般的做法 就是要不然不插线 要不然把那个安全气囊的控制模块给它拆掉 这边是一个引擎盖的铰链 这个铰链一看也是碳纤维的 同时右侧的铰链还带有一个防倾倒的装置 这边是尾灯的线数组也已经整理好了 车顶上面的胶部也可以给它拆掉了 因为结构胶已经是完全的固化 按照小哥的说法 这个结构胶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固化 它们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所以多沾了一段时间 这边是两个车顶的对比 原车带开孔的车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用了 可以后续卖一个二手的部件 对于天窗的控制线数呢 你只要把它藏在车顶里面 不要去管它就可以了 其实这辆车在修的时候 最麻烦的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是车身板件上的修复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零配件的等待时间 当然你可以说 我不差钱 我直接去经销商那边订购新件 那么这辆车整个的修复价格会完全翻两番 甚至是翻三番 小哥他们修车呢 要秉承这一个原则 就是省钱 我们一定要省钱 所以他们是订购了大量的二手部件 同时对于外观上面的一些改装 他们订购的也是副厂件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等待 这也是让大家觉得 修一辆车 怎么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 它这一套的防滚架 并没有在车身上面做任何的开孔 原车都是自带的 这是后排的座椅 小哥觉得 还是要把它装上比较好 虽然说不具备有什么使用的意义了 但是装上以后好看一些 不过这个东西在安装的时候 就涉及到一个干涉的问题 毕竟原来的位置被防滚架给替代了 所以小哥还需要对座椅进行一下剪裁 他们也是缺什么买什么 这次又买了一些电动工具 一个切割锯 这边是直接在座椅上面画线 然后进行切割 主要是下面这个护板比较难弄 这是一个塑料的材质 在切割完成以后 如果能对这个皮座椅的边缘 做一下封边 那样会更好看些 上栋梁这块位置 还有一些弯曲 如果不拆车轮 肯定是搞不定 所以稍微往上给它掰一掰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也很好弄 正好是边缘的位置 这边是一个油箱盖 一子板的边缘 进行一下打磨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通风孔 这个通风孔也是粘在上面的 它这个一子板 感觉像是玻璃纤维的 但是看里面的纹路 又感觉像是碳纤维的 不过这个前机盖 肯定是碳纤维的 这边是装好保险杠的杠夹子 同时小哥也会装一下车灯 随着各项组装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辆保时捷911 Turbo 修复到这里 也就基本完工了 小哥改装的这一套GT-2 RS的外观件 真的是比原车更加酷炫很多 特别是他们家装的这个尾翼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帅气 咱们本期的内容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最后要非常感谢Gun Squad提供的素材 如果各位朋友 想看两位小哥更多的精彩内容 可以去他们的频道观看 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